《尖环传》里面演出果军王爆红的李东学 最近到台湾来拍MV了 准备要发EP挑战当歌手 总是给人书身形象的李东学 他就说自己是个超级足球迷 他不仅参加两支的足球队 他还会带着球鞋去拍戏 晚上再偷跑去比赛 这一两年来他的戏剧要约很多 片球当然也很多 不过李东学说他很保守 所以他赚来的钱通通都拿去买房子了 细剧与深情宽宛的眼神 几乎融化了许多粉丝的心 《真环传》里的果军王李东学 这次低调飞来台湾 要挑战当歌手 找来方文山填词 连MV导演都请他帮忙 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完整的看过一遍 为什么 因为《真环传》完了之后 一直在忙于拍其他的工作 没有想象中的有距离感 对 因为那时候在家看《真环传》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而一向给人书生气息的李东学 其身材的肌肉线条 可是能谋杀不少底片 照片里只穿一件真纸衫 完全遮不住撞碎了胸肌 这一张更猛 腹部的肌肉线条 可是长期运动的成果 如果说要是拍戏的需要 需要你去展示你的身材 需要你去展示肌肉线 那么这段时间我会集中的时间去健身房 爱运动的李东学 这次接受东森采衣新闻独家访问 透露自己可是个超级足球迷 我去拍戏的时候 我都会带着鞋去 因为你知道在内地有很多城市 它有很多大学 很多大学城 很多大学生都会去踢球 哪天没有戏了 就拿着球鞋就去 偷偷跑去跟他们一起踢 为了拍戏维持好体力 重养色的李东学说 他每天晚上那一餐都特别讲究 晚上我会比较注重热量的控制 比如说碳水化合物的摄取 比如说这种高油高盐食物的这种东西 高糖这样的东西 入行资历八年多 射手座的李东学 戏剧电影歌手通通挑战过 但谈到理财 他只想买房 拍戏的一些片酬 以前节约下来的钱 可能就会存钱 可能去会买房子 对于基金股票等等 我还真的是没有特别多的研究 不熟悉的东西绝对不碰 看来现实生活的果巨王 对理财投资可是一点都不马虎 东西产品新闻 黄金五知迷台长报道